焦點轉回到國內來關心社群媒體 有民眾上傳的兩段影片 在一場餐會上 有穿著火辣的女子 跟現場的賓客近距離尬舞 不過是因為沒有戴口罩 被民眾質疑違反防疫規定 加上舞台旁的大看板 寫著金發之夜 讓人誤以為是高雄市府辦的活動 經過查核 其實是地方企業協會的會員晚會 至於是否違反防疫規定 高雄市衛生局將調查釐清 多位裝扮火辣的女子 跟在場的南兵客近距離尬舞 炒熱現場氣氛 這是18號在高雄萬豪酒店 舉行的金發之夜活動 主辦單位找來多名 穿高岔服裝的辣妹熱舞 讓大家跳舞跳得超high 不過就是舞台旁的大看板上 寫著金發之夜 讓人質疑 是高雄市府金發局舉辦的活動 在社群媒體公開社團發文 引起不少人誤會 對此高雄市金發局 二十三號出面澄清表示 這場晚會是民間團體 高雄市經濟發展協會主辦 金發局並未受邀或派員出席 高雄市衛生局指出 對於活動是否涉及 違反防疫相關規定 將請活動主辦單位陳述意見 高雄市經濟發局則發聲明將對散布不實消息者提出 刑事告發 高雄市經濟發展協會也表示 若有違反相關規定表達程式歉意 往後會更加注意 記者這位仁中健康綜合報導 謝謝 謝謝